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現在有一條鏈子 縱納流人 弦與左右相同高度的兩勾間 而在兩端 鏈與水平成什麼呢? 這個鏈的方向 跟什麼呢? 就是說,這鏈的方向 這鏈的方向跟水平方向是夾系大 那麼它問這個 左勾 左勾作用於鍊上的力是多少? 左勾作用於鍊上的力的話是往這邊 那因為它是同高 這個角度都一樣 所以它左右對稱 所以這裡張力是T的話 這裡也會是T 那我現在就把對向釘在這個鏈子上面 這個鏈子現在受了幾個力 受了一個這個 這個T 這裡也是T 還有呢 重量 那現在問說 這個張力多少? 我們知道這個 這是C大 這是C大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呢? 等於 180-2C大 這個是Pi-2C大 那這個是幾度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腳跟這個腳一樣 所以這是2分之Pi 加C大 好 那我根據拉密定理 T 那除以多少呢? sin 90度 2分之Pi 加C大 那會頂多少呢? 會頂W 那sin多少? 3Pi- 就是180-2C大 那這個頂多少? 這個是等於cosC大 我在第二項線 3是正的 cosC大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 sin2C大 si2C大 那我用那個倍角公式 sin2C大 就等於2倍的3C大 cosC大 好 那這樣cosC大可以約掉 所以T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2分之1倍的 W 那乘以多少? sin1分之1就是cos 就2分之1呢 wcosC大 好 那現在他問說 練最低點P 這個最低點好 因為這個是左右對稱 這個沒有畫得很好 它是左右對稱 所以呢 這個最低點 這個張力呢 它是水平方向 我現在把對向釘在這邊 那這個系統 做幾個力呢? 這個是2分之2 這2分之2 也就是說 這一個 這一半的繩子 瘦到什麼呢? 這我叫TP 一半的繩子 我把對向釘在一半的繩子上面 做了一個T 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TP 還有一個什麼呢? 還有一個2分之6分 2分之6分 好 那現在呢 我可以用什麼呢? 用這個T T我已經算出來了 T的話 是等於多少 T我把cos 這個是4分 TP 水平分量合力等於0 也就是說TP 減掉呢 Tcos4分 這等於 會等於0 TP減掉Tcos4分 所以TP 是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張力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是等於T cos4分 那T是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6分 除以3 4分 乘以多少? 乘以cos4分 所以這個是等於2分之1 6分 6分 我們也可以用拉密定理 因為我們假設是減一半 減一半的話 這個一定是等於2分之6分 我可以用拉密定理 這個角度幾度呢? 這個角度就是 180-7分 如果你用拉密定理的話 這是多少呢? 就是這個TP TP TP除以Sine這個角度 Sine 2分之π 減一大 會加一大 90度加一大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這個2分之W 2分之W 除以Sine這個角度 Sine π減一大 那這個等於多少? 那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Sine 這個等於多少? 這個是等於Cosine 然後乘過去以後 所以我就曉得 TP 等於多少呢? 2分之1 W Cosine除以Sine是Cotension 所以兩個是一樣的 你這樣算的話 算出來是這個 這樣算的話 算出來是這個 把兩個是一樣的 好 特分 等於Cosine